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由国王喜欢打猎 与宰相微服施访 宰相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天国王到森林打猎 一箭射到了一只花豹 国王下马检视花豹 谁想到花豹使出最后的力气 扑向国王 将国王的小指咬掉一截 国王叫宰相来饮酒解仇 谁知道宰相就微笑着说 大王啊想开一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听得很愤怒 如果寡人把你关进监狱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 宰相微笑地说 如果是这样 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大怒 派人把宰相给押进监狱了 一个月后国王养山养好了 独自出游 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 忽然从山上冲下一对土猪人 把他五花大绑带回了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 每逢月圆之后就会下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土猪人准备将国王烧死 正当国王绝望之际 祭祀忽然大惊时射 发现国王的小指头少了一半截 是个不完美的祭品 收到这样的祭品 满月女神会发怒 会降灾 于是土猪人将国王放了 国王大喜落望 回宫后叫人释放了宰相 白酒宴请 国王向宰相敬酒说 你说的真实一点也没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被花包咬了一口 今天灵命都没了 国王忽然想到什么 就问宰相 可是你无缘无故在监狱 蹲了一个多月 这又怎么说呢 宰相慢条势力地喝了一口酒 才说 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 那么陪你微乎私寻的人呢 一定是我 当土猪人发现国王 你不适合祭祀 那岂不是就是轮到我了呢 那国王忍不住 哈哈大笑说 嗯 果然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故事呢 才告诉我们呢 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 这一切也肯定是一种 最好的安排 不要懊恼 不要沮丧 更不要只看在一时 把眼光放远了 把人生的事业加大 不要自怨自爱 更不要怨天尤人 永远乐观奋斗 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句话 入到你的心里面去的时候 你的人生 马上就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只要能坚持到最后的人 一定发现这句话 这是正确的 只要你有耐心 只要你深信因果 其实呢 只要我们仔细回想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也都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身边有人发出求救信号 比如情绪低落 大发脾气 或者行为异常 那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 心理疏导远比一切预防举措 更加有效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 怎么样信因果 当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 就发头诅咒 说哎呀 这会有因果的 到时候你要下地狱的 就是这样 用因果用在别人身上 这样信因果的人 心里面生着烦恼 你不知道吗 你正在造业 你都不知道 你信因果吗 信因果你就不应该生气 你生气就是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你还诅咒别人 诅咒别人 你没有果报吗 虽然可能别人对你有伤害 他对你的伤害 如果你会用 你就找为道用 你可能就会 消除了业障 然后呢 还休息了安忍 增上了你的安忍 然后呢 消除了很多的业 你看 其实你心里面 动了微细的称念 也许你没有大发脾气 但是你内心里面 还是有微细的称念的 你关到了吗 你没关到这个称念 到时候就会让你生病 让你会招果报 真的会招果报的呀 你不知道 你起心动念 都有果报的 都有因果的呀 你们因果性的咋样 自己问一下自己 回去反省反省自己 我的因果性的咋样呢 咋样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